好 这一段跟大家介绍一下web 2.0的概念跟技术 那web 2.0基本上是 就一直在变嘛 对不对 那web 2.0到底有哪一些的技术的block 然后client有什么protocol有什么structure有什么server有什么 就是这个跟原来的跟我们传统的 我们现在这个学期学到的这个web基本的有哪一些的不同 那这个跟大家做一个很快的这个说明 那如果你看到 我们刚刚刚谈那个cloud compute的时候 有看到一个这个garner的这个hypercurve长上那个样子 那web的话你常常会看到web 1.0 2.0 事实上2.0出来以后 就有人说3.0 4.0这个讲不完 所以我再把课名改了 我们web 2.0的课开了三年 然后我觉得这个字已经变成这个buzzword了 就改名字改成星星技术了 因为其实一直都有新的东西进来 那包含什么呢 当然有些东西你可能看到 AJAXA知道 SS知道了 那这个这两个你可能看过了 那有些很多看不太懂的东西也有在里面 SSAS我们刚刚谈过 Software as a Service等等 那这些 这些基本上越来越高阶 越来越抽象 可以这样讲 越来越方便 越来越这个 越整合 这几个是趋势的 那整个web 2.0 的会跑出来的这个背景呢 是因为网络的平台越来平宽越来越大了 然后这个大家能够有的device的性能越来越强了 然后那这个工具越来越多了 所以才会有web 2.0的这个 那它定义跟Cloud Computer一样有一堆 那基本上 最重要的一篇文章 是Tim O'Reilly 他在2005年时候的 20032004的时候的一篇文章 可是在后来 在2006年12月31号 时代杂志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 大概很少人看 但是 但是 时代杂志每年都会选一个什么 年度风云人物 2006年12月的 他就是自己 对不对 就是一个 一个 一个 一个镜子一样 去看那个 就看到自己 为什么 为什么那个 当年度的这个 年度风云人物是自己的 如果去看他文 当然有没有 哦自己很高兴 有没有人去看一个文章 或者是 如果看到这个新闻 为什么会是你自己 你变成年度风云人物了 对不对 如果你去看一下 嗯我是年度风云人物 我是2006年 你其实可以跟别人讲 我是2006年的时代杂志 年度风云人物 那别说为什么 看文章就知道 因为 web 2.0就是 每一个人的贡献 就是我们的共同笔记 大家都有贡献的 你有贡献的时候 你就是web 2.0的一份子 因为在那一年的时候 web 2.0是 是这个广泛的被 在2005 204 2013的时候 web 2.0概念提出来的 206年的时候 Wikipedia什么都很成熟了 大家都知道都会用 就是 那核心的概念是 你不贡献 你不参与 你就不是他的一份子 你贡献 你参与的 就是他的一份子 基本上这个 文章里面都有写 然后事实上 事实上就知道你自己了 那这个 跟这个从某个角度来一样 这专题一样 专题里面有参与共贡献的 那你就会 你就有成就 不只是在分数上面 还有其他都要成就 如果 如果你没有参与 没有贡献的 那当然就 就各方面都损失了 好 那这个是Tim O'Reilly 问我Tim O'Reilly是谁呢 是 那O'Reilly 如果大家知道那个 书局 就是很多出书的嘛 欧莱里 翻译成说 那就那个 那个书建的老板 他父子两个人 那儿子 他们弄了一个会议 然后在那个地方 他们就想定义Web 2.0 那个是2003 204 我忘记那个时间了 那 他讲了几个Web 2.0的 这个 就是 Harnessing Collective Intelligence Collective Intelligence 就是说 大家一起 就是你参与了以后 把大家所有的智慧给收集起来 我们叫群聚智慧 就是 像我们共同笔记 本来叫做 Collective Notes 后来把它改名字了 改成 中文还叫共同笔记 英文改成什么 Collaborative Notes 以前叫Collective 我觉得Collective只是收集 那希望大家能够再合作一点 所以就变成Collaborative 就合作的笔记了 就是 那 那 群聚智慧 就是我一堆人在一起的时候 那个力量会比较大 然后 Rich User Experience 这使用者得到比较 就是 Ajax 简单来讲 这叫Ajax User Generated Content 每个人都写Blog 每个人都贡献了 所以 很多人 大家都有自己的YouTube的Channel了 都在上面做广播了 然后 大家 iTunes也可以做你自己的Channel 然后 你的Blog 你的Twitter 一些人在订阅 你的Plug 一大堆人在订阅 所以 产生很多 使用者产生的这个内容 然后 下面这个跟网路有关 End of Software Life Cycle Release Cycle Perpetual Data Beta是什么意思 就永远的Beta版本 也就是说 我们的软体 不是说我写完就交卷了 就没有了 我交给客户就没有了 所有的软体都是网路版的 网路版 那就一直是Beta版 Beta版 Alpha跟Beta版有什么不同 大家都看到Beta对不对 为什么要叫Beta 测试对不对 Alpha跟Beta有什么不同 哎不错哦 这个 那Alpha跟Beta有什么不同 Alpha是我自己开发人员的测试 Beta是我Release出来 给我潜在的一些使用者的测试 所以Alpha跟Beta不同 所以你看到大家都是Beta 对不对 那Perpetual的Beta是什么意思 Beta是 就是说 因为我这个网路的 我就一直在更新 一直在更新 而且我的更新 我的这个改功能 加功能 不能停机的 对不对 你像Google的Google Mail加什么功能 他有没有让你说 今天我们关机维护 大家不要来用Mail 不可以 那是传统的 那个是公务员心态的 那个是Web1.0的时候的软体 是这个样子 Web2.0的软体是 你不能停机 对 你不能够关机 不能说 我今天停电 我就不要了 我就服务没有了 所以 Petual的Beta 这个意思 那Web变成一个平台 我想这都没有问题 Web现在什么东西都在Web上面 对 打Sky 打电话也在Web上面 说说什么都 都在Web上面 Book TV 你在上面看书 看电视 等等 这个 LineWay Programming Model Programming的话是采取MeshUp MeshUp Programming就很简单了 我们以前做一个地图很困难 光画地图很困难 那现在呢 不但是地图 Google帮你通通买好了 以前我们地图要自己画 要电子版要弄很累 那些Google帮你 不只地图买好 地图上面的基本功能 它都提供你API了 对不对 有的人用它的地图 有的人不用它的地图 用它的API 什么意思 像我们现在有很多 中研院他们做了台南的古地图 台湾的古地图 他们有地图 可是呢 地图上面你要做放大缩小 你要做那个 加上一些mark 加上一些 要写那些城市很累的 那那些 但是我不要 我不要再写那些城市 我用我的地图 可是我把 我把这个 我把 我用Google的API 来管理我的地图 对 三国也是一样 对不对 像这个 塞克拉里面的地图 也是用Google map来做的 对 所以这个 它 那你要很多东西 你不用从头开始写起来 就是不管是内容的部分 你可以用别人的 别人 大家合法的 对 然后你的城市部分 可以用很多 很多用别人的 所以Mesh-up 对 那 那Software above a level of single device 那行动的那部分 就是当然这样 所以 所以它对 外发展 Web 2.0的这个描述 是这个样子的 重点还是什么 那真正的核心 那当然我们这 等下后面我们都介绍 技术性的东西 但真正的核心 你看这个图 这个很重要 很好的一个图 是人 人不参与的话就没有 就是 再好的东西 这个 但是参与是 每个人都会贡献的也不会 就但不管是 你也没有贡献 你参与 你就可以得到东西 你得到东西 你贡献以后 你得到的会更多 那你不贡献的话 你也可以得到一些 那不参与的话 就什么都得不到 简单来讲就这个样 所以我们这门课 完全是发挥 Web 2.0精神的课 对不对 就是不管是共同笔记 不管是专题什么 就是你参与的话 你都得到一些 不参与就得不到 对 好 那这是一个比较了 到2003年为止 2034年 2034年到之后 就Web 2.0时代 当然你要3.0时代 它要怎么样定义 是 我这里不去详细的 那个 介绍他们那些东西了 那运动模式 过去是比较 client server 就一个server 一个这个 那为什么叫封闭专用 因为我一个server就是 我叫我们做iCAN系统 对 我们只有辅大自己在用 那这是我自己来做 那开放的系统呢 有所谓同财式的 同财式P2P 或是点对点 这个的沟通 P2P我不多谈 不过P2P大家 你用BT email 大家就知道 什么是P2P 对 可是另外像 打Skype电话 也是P2P 就是我个人 人对人之间 直接沟通多了 像我用 从某个形式来讲 你写Blog 你写这个 那很多人就可以 直接跟你来做 直接沟通 你再去别人的Blog上面 别人到你的Blog上面 那这个沟通 比过去更有效 为什么叫更有效 过去我打电话 我送email 那email email应该还会 持续的用下去 但是email很多